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师弟被指割粉丝韭菜 潮牌道毕露原形 网友怒斥不要脸 月华娱乐是如今内地娱乐圈相当庞大的一个势力 其中的当家明星就是顶流王一博 而王一博之后他们重点培养的人 很明显就是师弟黄明浩 从月华近年来对他倾斜的资源就知道 然而今日黄明浩却有翻车的倾向 黄明浩自创潮牌店倒闭 今日 黄明浩个人旗下的潮牌店宣布倒闭 由于这个潮牌店的知名度不低 很多粉丝购买过他的产品 而且也有不少明星为他宣传过 所以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不少评论里说自己就是受害者 大呼上当 今天PWOERX2的公告一出 评论区迅速被之前的买家占领 看来是粉丝也受不了了 普遍都是说店家欺骗消费者的 山顶价近一万的衣服 现在一件位意就大几百 甚至低至两三百 之前的消费者都亏死了 更有粉丝说自己之前 在这个潮牌店里花了这么多的钱 如今几千块可以买全店 降价太离谱了 实在是歌粉丝韭菜 嘴脸太恶心了 余波牵连王一博 甚至 有网友到王一博评论区留言 请求他管管失地吧 说起来 月华娱乐之前为了强推黄明浩 确实有过不少让王一博传帮代的举动 让人觉得两人的关系匪浅 其实就是公司同事的关系吧 所以去找王一博帮忙 处理这事情也是很难吧 不过不得不说 这件事上面黄明浩确实不占领 所有的买卖行为在短时间内价格暴跌 刚买的人肯定会不乐意啊 何况还要几乎一折出售 这也怪不得网友怒劈不要脸了 净此意义 月华看来还得赶紧攻关了 短时间之内很难再出一个像王一博的投马了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王一博或者黄明浩吗 对潮牌倒闭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